春天正是孩子们长得最快的时候 家里有孩子的 可以把平时炒菜的鸡精味精扔掉 换成这种富含高蛋白高钙的纯天然鸡精 没有添加剂 孩子吃着也放心 干香菇50克 加一勺面粉 面粉的吸附性很强 可以快速地洗去香菇身上的杂质 然后用剪刀把香菇剪成薄厚均匀的细丝 直接空锅倒入香菇丝 开小火慢炒 香菇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维生素钙和体人素 经常吃 对身体好处非常多 炒到香菇变得清脆 一掰就断 盛出来备用 接着倒入100克蛋干生晒虾皮 这个不加盐 6个月孩子都可以吃 虾皮 素有钙库之称 含有丰富的钙 蛋白质 矿物质和虾青素 尤其是孩子经常吃 对身体好处非常多 配料里干净到只有虾 方便储存 用小火炒2分钟后 加10克撕碎的紫菜 继续小火慢炒 紫菜中富含丰富的蛋白质 钙铁磷维生素 对身体也是好处多多 炒到虾皮紫菜一捏就碎 倒出来晾凉 先把香菇倒入料理机 打成粉 再放虾皮紫菜 一起打成粉 自己做的没有添加剂 煮面的时候 放上一小勺 加点葱花 生抽和香油 其他什么调料 都不用放就非常鲜 家里有小孩子的 赶紧收藏做来试试吧 谢谢大家